從此有個電台,電台裏面有個節目 節目裏面有兩個主持人在這裡講故事 講甚麼故事呢?從此有座山,山上有個廟 裏面有個和尚,和尚在這裡講故事 經典? 不就是經常講中國幾千年的著名歷史典故 千多個故事裏面,作為中國人 你又聽過多少個? 這個… 慘悔… 一日一點故,歷史故事夠豐富 一日一點故,週一至午晚就一點到兩點 村梢媽好節目,二十週年獻禮,敬請共勉 我要聽呀! 村梢媽寶二十週年,一日一點故,重演經典 進行 中文言 《阿雄 和尚在一日間》 《阿雄 和尚在一日間》 唉… 唉,今天沒心事聽故事呀 你甚麼事呀? 阿爺肥炎 现在这个天时,时冷时热,一时就出太阳,一时又下雨,是很容易老人家会有问题的,那快点叫阿爷看吧 阿爷不肯去看 阿爷为什么这么冷静的 搞到家里六国大风向 我发现阿爷都像那些古人那样这么冷静 是啊,昨天说到六国大风向,苏秦一个人做了六个国家的丞相 哇,那不乱是假的,听说那些人,即那些徐虫,成二十里那么长啊 是啊,就是巴士带带啊 咦,我们的历史老师陈老师还没来吗 在啊 陈老师 哇,我爸爸教的 陈老师,你为什么很累啊,难道你爸爸又 都不关系,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有麻必有囤的,有厉害人肯定有更厉害的人,对吗 是啊,哪怕你好像法国竞选总统都会有人跟他争得头不压裂,对吗 嗯 一样的,永远就没有说一个人都很聪明了,对吗 在昨天的故事里面,我们讲到,这个苏秦做了六个国家的丞相 然后还用一种合纵的政策来对抗这个秦国,记不记得呢 其实 那,那秦国有没有那些聪明人可以对抗翻啊 当然有啦 你记不记得呢,昨天我们讲过呢 这个苏秦在鬼谷子那里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做张怡 哦,记得记得 嗯,这个张怡呢,就在秦国那里做官的 哦 是的,而这个张怡和苏秦还有很微妙的关系 那这个张怡呢,原本是艺国人来的 那和苏秦呢,就是在鬼谷子的门下,学外交,不是学兵法的 那学成之后呢,本来就想着呢,就在艺国里面,找份工做一下 可不可以做公务员那样 唉,但是家里因为太窮了,没办法送红包去买通艺王的手下 没办法啦,你知道啦,这些腐败,腐败这个问题 并不是说近这几百年的事 而是呢,几千年来都有这一样东西的了 那买不到,送不到红包啊 所以呢,就见不到艺王啦 那只好呢,就到楚国 那当时呢,在楚国的丞相超阳的家里面呢 做一个门客,就是做一个食客 嗯 嗯 那话说这个超阳呢,就带着军队去攻打魏国 连打了七座城市下来,哇,厉害了 厉害了,厉害了 那楚国的国王就很开心啦 于是呢,竟然就将最珍贵的 前几集所讲的和氏碧,赏了给他 哇 哇 和氏碧去了楚国的宰相那里啊 是啊 哇,那那个超阳宰相那里不是很厉害,他好像很自豪光明呢 没错啦 这个超阳呢,就觉得自己很有费事啦 对吧 于是呢,为了贪心,怕这块和氏碧被人偷走 他时时刻刻都将这块和氏碧抱在胸口 都不抱,就抱着一块和氏碧啊 嗯 哎呀呀 这个超阳呢,就带着一百几个奔客呢 就去到一座山那里玩 这座山呢,就红色的 就叫做赤山 那这座山呢,就非常之靓哦 尤其是山底下的深潭深间呢 那相传呢,这座赤山下面的深潭呢 就是在西周的时候呢 姜子牙就在这里拿着一条直钩就在钓鱼 就所谓姜太公钓鱼的猿者上钩 根本没有鱼上到钩,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钩是直的嘛 对吧 所以呢,这座深潭呢,就很有传奇性的 啊,你记住,一天讀钻奇,不是读钻奇吧 嗯,钻奇性 嗯 那接着呢,大家就很开心啦 在这个深潭旁边喝酒作乐 啊,在这对下诗,喝到鸣鼎大嘴,呜呜呜呜 那几个奔客呢,就开始一起求这个超阳了 啊,啊,啊,在上啊 听说,楚国的和氏碧一直在在在上身上 其实呢,我们很多的门徒 我很想,就是一起目睹一下这个和氏碧的风采 请莫终之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 给我们赌一赌他的丁容呢 唉呀,啊,啊,啊,我都真的很想目睹一下这个和氏碧 當我平时记得,啊,在秦国那裡 几乎被人拿了一块和氏碧 现在这块和纏旗的和氏碧 就在在这就在的心口那里 我又不說摸屎上你的胸口了 可不可以拿出來給我們大家開眼界呢? 是啊是啊,既然今天這麼高興的話 求在上拿出來給我們大家見識見識吧 好了,既然大家這麼開心,這麼肥腺 我就拿這塊和屎給大家看 但小心,不要打爛 好的,好的 讓我踢開胸口 嘩,嘩,嘩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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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這塊和屎壁真是漂亮到絕 於是一個個就爭著傳著來看 每個的弟弟爹爹爹為什麼流了口水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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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潭淨水,竟然一條大魚跳到這麼高,你真是很奇怪 話說實話,怪的不僅如此,除了一條魚突然喘了這麼高之外 突然間在山谷裡面明明淋淋,響起大雷,似乎就要下雨了 於是,這個超羊就馬上吩咐,撇,翻車,撇 但是那個群奈褲脫,怕死臨親自己的時候,竟然突然發覺和士逼不見了 喂,喂,剛才我說,和士逼,喂,不是給你,我給了你的 我看完給你的,啊,啊,啊,喂,那我謀你,啊,謀你,沒有,沒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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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的啊 啊,雞眼病啊,沒有啊,我,我都沒看 啊,那在誰啊? 啊,那大家失失方道出去,查這塊和士逼,怎麼都找不到 哎呀,生氣啊,這個超羊呢,於是一套氣地回到府上 這個時候,超羊手下一個人,就對著這個宰相的超羊說了 宰相啊,我覺得呢,這件事呢,就有QK的 那,啊,啊,啊,我,啊,宰相,不要生氣 啊,啊,張怡這個人呢,人很窮,品行也不好 我想,胡思逼肯定是他偷的,你說是不是 沒錯,我其實都懷疑的是她 人黎! 將章兒給我綁起來! 萬蟹! 是,章兒真是無緣無故多達了 立刻被人摘腫摘到行 然後被人用竹,不斷摘她 打到她真可憐 那些竹,還要破開了 破開了,那些人性才夠強 連皮都抽起 打到章兒便遍體鱗傷,艷艷一色 那… 那… 陳老師,章兒到底有沒有偷到? 但是章兒實在沒有偷到 那怎麼吐得一塊和事逼出來呢? 當然她當然不承認 可憐章兒被人毒打了一番之後 就被這個超羊宰相一腳就逼出大門 不再讓她進來了 真是可憐了 那章兒又要回到自己家了,是嗎? 沒辦法了,沒有飯吃了 一拐一拐就回家了 回到家,她老婆見到心痛死了 雙公,你為什麼被人打成這樣? 真是可憐了 雙公,如果你安分手忌,仲田過日子 又怎會遇到這種事呢? 我們就算捱窮,也不用被人侮辱 娘子… 我的舌頭還在米樹 雙公,你真是開玩笑了 你的舌頭當然在 不然你怎麼跟我說話 我的舌頭在樹 就等於我有power,我有本錢 老婆,娘子,親愛的Honey打領 你看著吧 好,讓我先休息一下 小心啊 就是這樣,章兒就休息了一段日子之後 又回到魏國 回到魏國半年多了 這個時候,章兒就聽說她自己的老同學蘇秦 在趙國很有趣啊 於是就打算去趙國找蘇秦 正準是出門口 在門口碰到趙國來的這個人 叫做假社人 於是她就馬上去 去找這個假社人就去求證了 假生 你好啊 你是張先生 哎呀 張怡兄,好久沒見你 你好啊,假生 哎呀,好像看你的樣子還是比較落魄 你捨去啦 哎呀 後代那些人特意挖穿幾條牛仔褲的洞 但我這些是真的穿的 如果在後代那裡賣得很價錢 不要說那麼多話了 你找過什麼事呢 我聽說蘇秦呢 你找過六國宰相 是不是才做了趙國的宰相 是啊,是啊 的而且很厲害啊 啊啊 怎樣啊 我想去找一下她 哦,沒問題 不如這樣吧 我跟你一起去趙國 去到趙國那邊的話 我帶你過去,去到那邊我有我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好嗎? 好,麻煩你,是假衫,麻煩你 梁子,我撇了,我又撇了 你屎佛的縫子還沒好起來 不叫屎佛的了,叫屁屁了 文明用語 於是,張兒跟著這個假社人去到趙國 去到趙國的邊境的時候 這個假社人就說自己另外有些事,於是兩個分道揚鑣 第二天,張兒就帶著個名帖 想著去見這個蘇巡 嘩,去到上府門口高大 只是那隻石獅子幾乎嚇死人 一去到門房那裡,竟然被門房官一口拒絕 就說 我們蘇宰上任何人都不見,你回去吧 我是她同學 同學又怎樣?媽媽也是這樣,回去,再見 第二天是這樣,第三天都是這樣 一直到第五天 喂,又是你啊? 是呀 好呀,我幫你送進去 唉呀呀呀 怎樣呀? 送進去啦 宰上說他很忙 是呀,他很忙,叫你明天再來 你又慘了 明天再來,再見 蘇巡力神,太不給我面子了 老同學你都這樣對待 好恐怕 唉呀,我回到旅館,收拾包袱,走 分分禮謀 回到旅館的時候,見到收拾包袱 啊,旅館的老闆,就跟張兒說 張先生啊 老闆娘 聽說,你的名帖已經交給宰相了 是呀 那如果有一天,他突然想見你 或者要找你聊些事情,那怎麼辦呢? 你不如不要走住啦 住多幾天先啦 是嗎? 反正我們這裡比較偏遠 價錢又貴,沒有什麼人住的 既然貴,是嗎?我沒有錢 不要緊啦 你見到,你見到,你見到 你見到,你見到,分分鐘 就是,是嗎? 以後你高官著陸,很難說的 你住多幾天啦 是嗎? 是嗎? 老闆娘死錢難打,不讓她走 那張爺又鬱悶又氣頂 最後他就決定 好 人家對我不仁,我不能不義 我無論如何都會跟她說再見 好 又是來到宰相府 嘩,又是你啊? 是呀 什麼事啊? 你跟蘇宰相說她同學張爺我 打算回藝國,不再來犯她 你跟她說一聲,我的廖哥 好,你等一等 過了一陣 過了一陣 蘇宰相叫你明天再來 嘩 你又豈有此 嘩 嘩 謝在人屋簪下 哪能不低頭呢? 唉,真是沒辦法 如果要追求永華富貴 靠一時之氣 這樣走了又好像不太妥 好了,我等 我忍 張先生,你真是在等待成相嗎? 我等多一日那麼多 唉呀,祝福你吧 希望你明天可以見到成相,好嗎? 好呀 哈哈 陳老師 那到底這個章兒 見不見到那個很霸牙的蘇巡 肯定見到,如果見不到的話 這個故事就不會完 這個章兒 後來不單只是見蘇巡 後來還跟她鬥過 嘩 最終還反而鬥贏了這個六個國家的成相蘇巡 這麼厲害? 你知不知道用什麼鬥贏的? 不知道 靠一條舌 一條舌? 嗯 我明白的意思了 就是靠一把嘴 是 好了,記住明天繼續聽 一日一點故 是 我明白的 好 我明白